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总已生生不惜家年华社死兄弟汪苏龙周身在首轮 竞演下半场PK中双喜临门 一是喜提心称号相声兄弟 而赠送他们这一称号的是女队大家长韩红 二是明明在竞演PK赛中输了比赛 却输得尽兴 输得骄傲 等于是不输反赢的意思 反正是尽到最大努力让男队这个家更好了 生生嘉宾们第一次竞演中 上半场是迷你演唱会 下半场是PK赛 射死兄弟很不幸地抽到对手韩红 莫说韩红对自己唱陆岗小镇很自信 觉得自己的歌有点猛 还罐子都准备好了 完全是胜券在握 当然往那里一站 汪苏龙周身就知道他们赢的机会渺茫 这岂岂可危的俩小儿出门 看到自己对手经是韩红后 除了忐忑还是忐忑 心里可能想住咋是跟红姐PK 而韩红的心情则跟他们相反 看到对手是他俩后更自信了 说还跟我对决 那气场让射死兄弟连说不敢 我们对什么决 我们是跟姐学习 难对其他人看到射孔两巨头 对上女队大家长 见他俩在那里尬 也替射孔二人阻捏把汗 忙让另一射孔成员宋亚轩去送杯子 宋亚轩还真去问两个射孔哥哥 要不要送杯子给他们洗 但韩红看了一眼 问他是否要加入后 就赶紧退回了 反正对手是已经匹配了 再紧张也得按住流程走 当比赛完后 汪苏龙试汗都冒出来了 再介绍他跟周深演唱的 《爱的公养》是更是冒得厉害 我自己有在私底下翻唱过这首歌 在家里的卧室场 我觉得这歌很适合自己 然后就去找了周深 没想到得到的反馈是周深 也说想唱这歌 就一排即合了 介绍完后 周深一边帮他擦汗 一边说你说话 但你不要流汗 汪苏龙说控制不住 龙龙对他的汗还真是控制不住 上半场迷你演唱会时也是汗流不止 这歌俩老是一唱一贺的 让韩红感慨 这俩在一块就是相声 是呢 这俩在一块还真是相声 比如比赛前在后彩时 他们表示彼此认识很久 但没有一起合作过 大家都想唱爱的公养 因为两人都是OST大户 说到OST 周深就说自己爱追剧 汪苏龙就调侃他 你自己看剧说 这首歌是我唱的 不会这么傻的我 我特别喜欢你的影视原声带 再比如 比赛完后 何炯提到差不多同一时期 大火的步步惊心 《攻锁心域》 《回家的诱惑》的主题曲时 周深立马来了个 《回家的诱惑》主题曲 《无法原谅》 不知道是想把观众 带回到《回家的诱惑》剧情 还是想把观众 带回到成风2023秋辞 宣唱《无法原谅》现场 这份唱起歌来的情不自禁 让何炯有点无奈了 我们唱的不是爱的公养吗 好难控制 台上的人 韩红也忍不住再次感慨 他们俩真的像说像声 他俩就像眼儿人传的 让何炯更难控制的是 在韩红评价汪苏龙 周深版《爱的公养》时 何炯问韩红怎么评价汪 苏二人今天的演唱 韩红说自己是第一次听爱的公养 然后闭此而言他 我跟龙龙比较熟 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孩子 他唱节奏布鲁斯唱得很好 我没有听过他唱这一类的歌 我也是通过这次才发现 其实龙龙不光会写 唱内还真不错 然后声歌就是 周深一听韩红叫自己 个是万万不敢当 刚才叫汪苏龙龙龙 咋到自己就变歌了呢 何炯也表示不解 怎么红接管谁都叫歌 但没等韩红解释 周深就自己先跑了 何炯赶紧抱住周深才不跑 韩红继续解释说声歌 是他们女队给他起的名 女队独管周深叫声歌 我觉得他特别出其不意 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很特殊的声带的假声男高音 红界还举例拥有这种特殊声带的知名歌手 比如俄罗斯歌手维塔斯 比如歌手里面的迪马西 见韩红滔滔不绝 如果不打断可能至少要说半小时 何炯赶紧插话说这孩子快不行了 有点控不住了 韩红就压缩讲话时长 简单说两句地声男高音是这个系统里面的宝贝 随着对周深的夸奖结束 周深也恢复正常了 既然红杰点评完了 接下来肯定得让射孔两巨头反过来点评韩红演唱呀 但两人对老格陆港小镇好像也不是十分了解 更关键的是不敢在唱这歌的前辈面前班门弄斧 也不敢学韩红不评价歌曲而评价演唱者才华 作为晚辈哪敢对长辈忘加评论 于是双双选择放弃评价 何炯只能说杯子上 杯子上来 他们需要洗杯子 介绍点评完后进入投票环节时 射孔两巨头也没有特意的为自己的歌曲拉票 而是男女两队都讨好 既做出自己歌曲投票代号一的首饰 也做出韩红歌曲投票代号二的首饰 本来大家以为要丢7分 得知只丢1分都很高兴 虽然更是说那等于我们没丢分 大家还夸这俩人厉害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怎么这么聪明 见得有那么高兴 你对那边赢了肯定也高兴 汪苏龙 周深是一副书的尽兴 我们书 我们骄傲的状态 就跟赢了差不多 相声兄弟只要一起 真的很有喜剧效果 不知道他们接下来的舞台 还有没有合作机会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